在紐約曼哈頓的水泥都市叢林 有一棟四層樓高的專造公寓 聳立著茂盛的葡萄果樹和迷你酒莊 而主人是高齡九十一歲的退休教授 拉提奇奇 在他的細心照料之下 葡萄的年產量從一開始的十公斤 增加到了三百二十二公斤 而每年的採收期一到 還得動員二十五名親友來出力幫忙 曼哈頓上東城這座四層樓高的公寓 屋頂鬆鬆的葡萄藤掛滿了硕大的果實 高齡九十一歲的工程學退休教授 一九七七年從社區的苗圃買了一株 蘇尼亞加拉葡萄苗 把他種在後方一樓的牆角 在他的細心照料之下 葡萄藤一路攀爬到了屋頂 蔓延將近三十公尺廣 形成這片難得的城市綠洲景象 老教授把拉提酒莊每年的收成都仔細地記錄下來 第一次收成是在一九八四年差不多只有十公斤 量根本不夠釀成酒 慢慢的產量逐漸增加 產量最高曾經來到三百二十二公斤 這個明寧酒莊的採收期落在每年的八月底九月初 平均產量大約是二十到二十五加倫的葡萄酒 相當於一百到一百二十五瓶的量 製酒用的果實除梗機和壓制機 近代果汁發酵成酒的酒窖都在地下室 葡萄成熟時家裡會聚集二十多位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處理採摘釀釀造 傍晚時便聚在一塊共享美食與美酒 最後人人都帶著一瓶拉提酒莊的紀念酒回家 記者王惠文整理報導